A.I.在音樂產業裡面成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很多數據指出我們每一年是以25%的速度在成長 在音樂產業它自己本身每年的成長率大概是8%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我的建議還是在說創作人本身他要有他的特色跟特質 在我們了解A.I.的看法我還是把A.I.定義為工具 用這樣的工具是會在流程上給你一個更順暢的一些幫助 創造力的本身跟你本身的personality絕對是最重要的 A.I.進步的這樣到時候會不會大家都沒有工作 或做什麼事都被A.I.取代 可是大家可能或許沒有想過 當你有這個A.I.的工具大家都是平等的 這個A.I.的工具可能可以讓原來這個世界上可能有一千萬種行業 可以變成一億種行業 它可以擴充所有你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 我的目標是真的要建立一個系統 讓藝人能夠擴充所有的工具 所以它是一個新型的工具 的工具 讓他們可以確保這個想法 的創造性能力 在一個設計的設計 製造性能力 ate the way that they can be monetized that and create new revenue streams